不好 袁放天的声音一下子就传了过来 王小飞二话不说 一道防御符就寄了出来 然后又一道防御符打在了柳妹的身上 王冠这时也并不慢 一看王小飞这么做 同样也是一道防御符打出 他们俩人都是双层的保险 王小飞更是三层防御 王小飞看到王冠寄出的 也是自己出售的符石 微微点了点头 有了这防御符存在 对方就算是高手到来 也不一定怕了 柳妹这时却是满脸惊奇 看到自己的身前有着一层淡淡的光芒之后 就睁大了眼睛看向王小飞 这时大量的枪声传来 只见那几个站在外面的军人 这时已是跳在地上 车子也一下子停了下来 然后大量的子弹就朝着王小飞 他们这些车子而来 有高手 王小飞的修为现在比王冠高了许多 神石一扫石 脸色也是一变 他感觉得出来 这次到来的人里面就有着修真者 并且还不是一般的修真者 袁放天早已长笑一声 直接就冲了出去 啥 王冠也没有犹豫 同样也冲出了车子 你自己小心一些 王小飞知道这次敌人的来头极大 应该是早就准备好的 一拉柳妹同样从车子里面冲了出去 柳妹正要说话时 就听到一声巨响 然后就发现刚刚他们坐的那辆车子 已是被炸翻在地 那几个一国士兵更是早已被轰得东倒西歪 这时柳妹早已是吓得双腿都有些发软了 王小飞也是后怕不已 要不是自己神石中传来的危险信息 这次肯定是危险了 当然了 有着防御服倒也不一定会出事 但是对方那是火箭筒的轰剑 也不一定保证自己炼制的防御服就能够挡得住 再看前方时 王小飞一时看到对方除了大量的军队之外 更是有着几个高手与原放天他们站了起来 就连王冠这时也是手持长剑与对方站了起来 自己小心些 王小飞又对着柳妹说了一句 这才从戒指里面拿出了一支狙击步枪 一眼看去时 王小飞也是吃惊 这次到来的修真者竟然还有着炼器四层的人 炼器三层的人也有着五个之多 这些人一开始就把王小飞他们这方的人压着在打 那几个冲上去的修真者更是显得大为吃力 不对头啊 一看这情况王小飞就明白了 这次可能是叛军与那些想杀自己的人有了某种联手 最让王小飞吃惊的还是对方对于他们的力量非常清楚 派出来的人足以吃定他们 卡萨尔的人现在被压着在打 突然的袭击之下 卡萨尔王子的手下被打死打伤了不少的人 到处都是轰翻的车子 在看战场之上时 对方都是用火箭筒在对着王小飞他们这方的修真者在轰击 张世水和赵龙宇两个练气二层的人 已是被对方的练气三层的人轰翻在地 身上已是受了重伤 口中不停地吐血 邓毅和吴志这时倒是没有与修真者对手 但是他们虽然用火箭筒在轰击 也是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很明显对方有备而来 如果没有意外 王小飞他们这方的人员只有被灭一条路 在看那两个王子时 他们被护卫队层层保护 倒也有着几个火箭筒对着外面 可是这样的力量在修真者面前还是太过单薄 随着修真者死去 他们也都将一败涂地 该试一下自己的负担了 这次王小飞在知道有杀手要杀自己之后 就有了一些准备 特别是这种浮弹 浮弹也是传承中的一种攻击手段 远古时候并不是附在子弹上 而是附在了箭矢之上 用一种特制的爆炸符附在箭矢上 只要击中了对方 这符就会产生一种强大的爆炸力量 这种力量对于炼器五层之下的人都有着威胁 王小飞知道自己现在只有炼器二层的功力 想要用这样的修为与炼器四层的人相斗还是不够看 所以王小飞准备的就是这样一些符 现在看看这战场上的情况 王小飞就更加不会去拼命了 只能采用这样的手段 好在这种符倒也并不是太难炼制 古时候是刻写在铜箭矢之上 王小飞是刻写在子弹头上 一个小小的阵法就足以让子弹产生强大的力量 破开对方的修针防御 然后爆炸